HAPPY WONDER,有很多學生在烏克蘭 是的,我們也知道有很多唐人在烏克蘭 我當然不擔心國家,國家當然是沒有問題 其實現在國內有很多人不妥西方,所以才吹捧普京 但是問題是不妥西方還是不妥西方 西方有好的東西,你也是要學習的 什麼是好的東西呢? 它對科學技術的累積 用很多資源去研究,這些是要學習的 還有,西方有些東西是有創意的 所以有些東西是值得學習的 Van Zhang說,俄羅斯出手就給了道德高地給西方 輿論覺得中國的立場就等於企俄俄羅斯 壓力會很大,所以中國天天被人逼 國家只能夠頂住壓力,小心說話 但是香港的評論就不是這樣 現在每個人都在吹捧俄羅斯 香港有些小朋友在這件事開玩笑 我現在想分享一張截圖 香港有哪個小朋友,亂說廿四 大家可以看看 是誰來的? 這個呢? 就是... 拿著力的 拿著力的說些什麼 抱歉啊,不好意思啊 繼續等待 如果相信西方媒體正在感受你 它是有圖圖的 這張圖是Mr.Bean 即是暗示 俄羅斯什麼時候入侵烏克蘭? 等了很久都未見有 就入侵了 好了他就威風了 他這篇文就立刻刪了貼 多治力刪了貼之後 有一位芬蘭的政客 竟然他截圖了 楊威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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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terpiece 他的推特是Masterpiece Masterby就有份 Masterby就是自軸 即是打飛機 我告訴你 從政的人要小心一點 為什麼呢?你是議員 什麼議員 親北京的議員 還要被人說到 不要這樣按摩 做些事情 也要震 香港有這些人 做議員 不知道香港是走什麼 壞運 有人說我炒車 其實我說這件事 我一直都很客觀 我說了我朋友的看法 然後我就說我相信朋友的看法 我自己是沒有意見的 有些人說你又炒車了 我炒車就炒在信了我朋友 但我朋友自己也炒了 他炒車還要上前線 他還敢 你笑我不要緊 你不要笑我朋友 對不對 他猜錯了 他猜不到普京會這樣 他覺得普京 正常的你想想都知道 打完一個地方 你的仇怨就結了下來 本來還有很多人是親俄的 在烏克蘭那裡 你一打 如果不小心 就把平民目標射掉 現在已經是 現在事實上就是 俄羅斯的閃電戰是失算 事實上是失算的 失算現在怎麼辦 現在就把平民目標射掉 現在還有 西方媒體又可能 又準的了 如果是就麻煩了 西方媒體和美國軍方 有些人已經出來說 不是吹噓的 這是真的 他們有人出來說 他說 有可能 這個俄羅斯 因為他的推進受到影響 因為他們有衛星圖片 你要記住 他們不是隨便糾吹就可以 有的 有根據 對 他們都有圖片去看 他說 如果以閃電戰的角度 他們已經失敗了 他們現在 所以就轉移攻擊那些平民目標 事實上是 幾乎就是 那些公室被人射到爛了 然後還有 就是連電廠也吹 電廠水廠也吹 其實這些是戰爭罪行來的 關乎民生的事情 對 就是你打仗 打仗還打仗 電廠水廠那些 其實是不應該吹噓的 因為你這樣吹噓 絕對影響了 基庫那些人的生活生存權 好了 現在 在基庫的中國人 都說有水有電 他們不怕 但是現在就沒有辦法了 現在俄羅斯 有火箭 還有巡航導彈 射向水廠和電廠 那就是糟糕了 是不是 你想想 基本上 我們中國人 在烏克蘭的生存權 都會被威脅 現在是 你說大不大鑊 那些吹捧普京的人 究竟是什麼人 其實是 我是不知道的 在烏克蘭的中國人 那個安全 有沒有關心過他們 沒有 你吹捧普京 打得好 那些傻瓜 是不是瘋了 是啊 現在 現在美國那邊吹 俄羅斯 他們會用雲爆彈 這些東西 去攻擊烏克蘭 如果是就糟糕了 你知不知道怎樣 這些雲爆彈 英文叫FAE 叫Fuel Air Explosives 那用這些東西 就會令到氧氣是沒有了 就是那個氧氣 來做氧化劑 好了 那個爆炸物一爆的時候 就會消耗了氧氣 令到爆炸區 變成一個缺氧的狀態 你說多糟糕 如果真的用這些東西 就糟糕了 這些東西的歷史就是 第一次世界大戰 其實已經有人做這些事情 就是在壁激炮製造蜂梅 蜂梅就是叫月缺 英文叫Acyteline 就是燒罕用的那些 香港叫蜂梅 就是蜂梅瓶 那些很高的那些 就是燒罕或者做切割的那些 就叫蜂梅 是貴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想到這件事 增加殺傷力 接著 最初效果不夠 二戰的時候 又想到這件事 也是 效果不好的 接著 這些雲爆彈是哪些混蛋發明的呢 就是美國 他就在越戰那裡用 越戰就弄死了很多人 他就用雲爆彈 就是 其實 又是搞死平民的 糟糕 就是如果 俄羅斯真的用 那就糟糕了 那就糟糕到不得了 其實 這些雲爆彈的威力是僅次於核武器 因為現在他們是這樣的 就是現在 俄羅斯、烏克蘭 他們的機場 就是之前是俄羅斯佔了 就是Antonov的機場 然後烏克蘭又佔了 又拿回 但是 但是俄羅斯如果這樣 就是有拉鋸的話 他一定會 增加他的武器的強度 增加武器的強度的時候 很有可能就會用這種雲爆彈 現在西梅已經在吹 如果俄羅斯一用 西梅中中中又中 接著 西方情報中中中又中 那麼 烏克蘭人民就慘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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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慘 非常嚴重 如果真的會用到這樣的話 嚴重的不得了 大家是要小心 台藥又有鹹西 剛剛又有鹹西 好 處理著 所以現在俄羅斯 他真的去攻擊平民目標的時候 真的嚴重 是嚴重到不得了 Ishawk Eagle說 要看雲爆彈用在哪裡 現在吹就會射到城區 基庫城區 現在吹就是這樣吹的 其實 現在說就是這樣說 真的勇的話就大劑 是啊 真的嚴重的 那麼 ET平民區運了軍人 平民是不會軍事 派槍給平民才是軍事罪行 跟二戰日本一樣 他們不是這樣的 他們現在不是人人都派槍的 你要明白 就是ET 那些情況是不同的 他們現在是捍衛他們的國家主權的領土完整 是天經地義的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你說派槍給平民是軍事罪行 我就不同意 這個 而且他們不是沒有訓練平民的 他們是有軍訓的 雖然之前是用木板槍 因為不夠槍 烏克蘭是嚴重的 說真的 我是很同情烏克蘭的人民 但是這件事 你賴了普京 也不合 賴了 賴了 扎蓮斯基 又不合 你賴西方 拜登和阿金武莊 也不合 你賴了法國人 德國人 九流流吃地球 其實也不合 這些事情是很多方面 養成的惡果 每個人都有些責任 其實每個人都有責任 除了中國沒有責任之外 他們那些全部都有責任 沒錯 MOMO就說 俄軍已經盡佔幾乎了 這些信息 就是這樣說 他們現在當然會不斷有這些信息 但是他們會有拉鋸 你知道嗎 他們是有拉鋸 他們不會說 就這樣 就完了 這件事 現在是沒有的 現在是 你現在看看 他一定有人說他佔了 其實不是 他是拉鋸 現在是 他是不斷拉鋸 這件事沒有那麼快 因為他現在是 在西部成交 那裡有一條路 進肌庫 他已經封了 但是如果你說 俄軍已經佔了肌庫 我坦白說 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 我告訴你 沒有可能 太快了 這個信息 不對 我只能這樣說 沒有可能這麼快 因為 烏克蘭 其實不是 完全不能打的 其實是 這個一定要說清楚 他預算打巷戰 所以他進來是正常的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一定要說清楚 如果有人說他已經進去了 我猜不到 其實不是 現在是進去巷戰 其實是預算巷戰 我們這個題目已經說了 昨晚起的這個題目 因為昨晚其實他們已經預備了 其實烏克蘭 他在城區已經 部署了 Yan Chen 社長你說鹹西是什麼 我不明白 因為在即時通訊留言 那裡 有個鹹西在推廣 是啊 我們馬上關掉 我們馬上關掉 鹹西 我們一定 給他推廣 很麻煩的 是啊 龍眼妹馬上說 鹹雞猴出現 哈哈哈哈 那 Ning Wang說 打烏克蘭 可能就是 普京可能比我們 想得更瘋狂 各位做好思想準備 是啊 要很小心 我就是說 這個真的要小心到不得了 一定要很小心 嗯 進駐幾乎 那個情況 就不是真的說進駐 進駐是兩個 進駐 他打殘了 烏克蘭軍隊 才是進駐 現在還沒打殘 其實 現在 英國和美國 衛星是射著看的 全部都 還有 英國呢 老實說 他們的情報網 是挺厲害的 我不是吹捧007 有些人說 你吹捧007 不是的 你看這次 英國佬 他的情報 你看回頭 就知道 英國外長 外相說出來的 很多是事實 變成是 如果你是這樣 你就不能夠否認 這個BNO祖國 是爛船都有三斤釘的適力 還有 當然還有一件事 就是 BNO祖國 有一件事 是金融發達的 很多俄羅斯的有錢人 很多錢 都是在BNO祖國的 如果錢是在BNO祖國 那些俄國的有錢人 如果收到封 會不會提早說出來 會 你想想就知道 有可能會發生的事 對嗎 就好像 中英聯合聲明 還沒簽之前 那時候 香港有一群有錢人 就上了去北京 根據江湖傳聞 江湖傳聞 一定要說是江湖傳聞 一定要說是江湖傳聞 有錢人一聽到 香港要回歸這個信息之後 因為沒得商量 一定要回歸 因為底線 早就告訴有錢人 香港是一定要回歸的 香港那些有錢人聽到這個信息之後 第一件事去做什麼呢? 就是沽空港幣 真的 事實上 那些信息真的流了出來 港幣就出現了危機 然後才有聯繫匯率 聯繫匯率 是的 是的 所以 老實實說給大家聽 就是 你說有錢人可不可以真的信得過呢? 有錢人收的資料 是比一般人更快的 是的 但是他是不是百分百會為國家而犧牲呢 我就告訴你 是難一點 只能夠這樣說 國家都是要靠無產階級去做的 就是去領導的 那些最高頂端的有錢人都是 最高資產階級都是 都是隨時走人的 都是隨時走人的 是的 所以很麻煩的 Winnie Tam就說西方打開口拍 如果普京又要照做 那就真的很無奈 我也覺得很無奈 其實西方他這樣吹出來 其實應該在衛星看到一些跡象 他就用媒體去散出來 所以是嚴重的 IsocEagle 說中國叫雲爆彈 西方叫法翻譯就是 燃燒空氣彈 或者叫燃料空氣彈 中國叫法 或者香港叫法 叫雲爆彈 應該是香港這樣譯的 其實內地 就是叫油氣彈 或者叫雲爆彈 其實內地也是叫雲爆彈 所以我才叫雲爆彈 我剛剛才查過 但是當然這件事 不是那麼簡單 現在這個情況就是 勸大家不要吹俄羅斯 因為吹俄羅斯也是會糟糕的 我覺得 Andy Chan 也是霍英東先生 不是他一個外國雙人 但是霍英東先生 不是全港最頂級有錢的有錢人 Helen & Wong 之前有人問過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回應 但是其實我一直都是教人 用霍香正氣水 搓一下肚子 如果不舒服的話 我是沒有教人吃霍香正氣丸 或者霍香正氣水 就是小朋友 我覺得小朋友肚痛 或者頭暈 頭暈 頭暈就可以拿霍香正氣水 搓一下雲脹 我只是叫人外用而已 沒有叫人吃 一定要說清楚 這個是我知道可以的用法 但是霍香正氣水 其實是有酒精的 小朋友是不適合喝的 這個一定要說 好了 你們自己提供哪些藥品訊息 你們自己在即時通訊那裡提供 我就不會提供的 Paper Pub就說 你說駐屋大使館已經安排包機回國 機場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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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說 你要看真點 飛不了 現在打不了 現在安排不了 Paper Pub 你的訊息 我也不知道怎麼來的 可以掛中國旗 是真的 但是鵝佬實實 只限車而已 鵝佬 我告訴你 鵝佬是不會理你的 我告訴你 鵝佬是不會理你的 鵝佬是不會理你的 鵝佬先肥了你 哎呀 打錯了 Sorry 肥了你才說 所以現在最新的 其實我們說過 最新的情報 昨天正向下午茶也說過 所以你沒有聽 就回去再聽就行了